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比较老的主持人了 但是我觉得在教育战线上 我是一名新兵 2015年的时候 我开始转战做教育 五年的时间里 虽然说我没有那么多的学生 不过还不够百万 但是我觉得对我自己来说 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成长 今天我知道在座的很多的是妈妈 我特别想跟你们分享 用最好的方法来学习 我们的各种各样的课程 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一评 其实是我自己一些创作 我在讲这一评之前 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的一个个人经历 我有一个女儿 我这个女儿今年已经初一了 在她小学三年级的时候 老师找我 在这之前 我基本上是一个工作狂 我是创业阶段 当时特别特别忙 我先生是博士后 但是他也属于创业阶段 也非常忙 所以我们俩两个高知 但是带出来一个学渣女儿 可是那时候我并不知道 老师找我 跟我说您关注一下 您孩子的学习吧 在这之前 我都没有老师微信 我也没有进过班群 我对我女儿书包里有什么 一概不知 那一天我回家之后 我说来您把作业给我看看吧 一看我崩溃了 语文不及格 数学70分 我女儿在海淀区最好的一所学校中读书 或者说最好的学校之一在那读书 我真的觉得三年级的孩子语文不及格 数学70分 我真的觉得很崩溃 当时她的五星作文只能凭一星 那天我把她的书包打开 我突然很自责 我就觉得我怎么当妈的 所有书包里全是一个又一个的大纸团 然后这个纸团子呢就是它的卷子 我把它平展开来 然后我就会发现 我的女儿三年级了 拼音什么都不会 然后数学100以内的加减法都搞不定 成法的那个法子 就那个叫口诀都不会背 哎呀我突然觉得我要帮助她 因为我的孩子呢 幼儿园的时候上的是一个国际的幼儿园 她当时英文比中文都六 然后她完全就是搞不定这一套 从那天开始我就跟我先生说了 我说你赶紧回来咱俩得商量个事 我说现在呢要么你管 要么我管 我先生立刻说 哎呀得你管呀 哎呀你多会管孩子呀 哎呀我这个心呢 拔两拔两 我说你学历高啊 他说这跟学历没关系 人的能力是无限的 哎呀我当时就觉得 但没办法 我说好那我管 那期望你不要再插手 从那一天开始 我就用我自己的方法 我从来没有让我的女儿上过补习班 从来没有让她在那刷卷子 从来没有让她说 在那玩命地去写 我就是用我自己的方法 让她呢在三年之中学了 就是整个把小学 这六年重新补上 又把初中三年的语文 历史地理全部搞定 注意我不是学课本啊 我是让她拥有了一颗文科的大脑 就是当然现在我们又被数学发愁了 但她文科真的很好 我怎么用这三年搞定的 我今天呢 就是想用15分钟的时间呢 给大家分享一下我的这些方法 现在呢她自己呢 有了自己的作文公众号 一个初一的孩子12岁了 今年刚刚上初一 她的每一篇作文 都有一万多的点击量 虽然说跟慕民说不能比 但是我觉得对于一个孩子来说 已经很厉害了 因为她的作文远远高于同龄人水平 我常常觉得 我都写不出这么好的作文来 那么她从当时的一星作文 到现在的五星作文 从她整个语文的那个烂到极致 到现在她说 妈妈 我多么希望我们老师今天就讲古文啊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 我自己也收获了特别多的东西 我在这个过程中写了九本书 这九本书现在销售量累计呢 已经将近三百万了 那虽然说 可能就是一个无心之作 但是我认为 我是希望把这些方法传递给大家 好 那我们来看这个 我们大屏幕上的这个 这个就是我最初的时候 做的一系列东西 这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我觉着啊 你想学好语文 就我们在座都是妈妈 刚才我在卫生间碰到三个妈妈 都说 哎呀 我们的孩子经常听您讲课啊 什么什么的 特别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啊 就是我做的第一步 我认为学好语文的基础 是要知其然 并且知其所以然 注意啊 咱们孔夫子就说过一句话 说知知者不如好知者 好知者呢 不如乐知者 啥意思啊 就是说他喜爱这个东西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在看到我女儿不及格的时候 我没有让她玩命地做卷子 我是觉着她需要一个学习的逻辑方法 而学习文科的逻辑方法就叫画大圈 什么叫画大圈啊 就是说你有一个知识点 你就要帮她找到其他的点 每一篇就这样做 润物系无声 你马上就搞定 举个例子啊 来 小学四年级有一篇文章叫 七月上天山 那大家可能到这篇的时候 因为是略读课文 很快就过去了 但是我要给我女儿讲 首先天山在哪里 OK 天山在新疆 那我怎么能记住天山 我就给她做了一个动作 我说你看 妈妈这是一只鸡 这是一只鸡 攻击我们中国的地图 那么这个鸡尾巴上呢 有三根漂亮的鸡毛 那这三根漂亮的鸡毛呢 我们小的时候都把这个鸡毛 那去做毛件 我说那你们拿这鸡毛干嘛呢 你要记住 它是三个山脉 那最上面这根鸡毛 就是天山山脉 因为它挨天最近 第二根鸡毛 长长的 它是昆仑山脉 它最长 第三根鸡毛它最有名 这就是喜马拉雅山脉 所以孩子首先就记住了 这个天山在哪里 然后呢我们再来看其他的 比如说我们讲 说我给我女儿讲 说那个威尼斯的小艇 五年级 我们先做预袭 威尼斯的小艇的作者是马克吐文 那我先第一件事要干嘛呢 告诉你 马克吐文 哪国人 美国人 请站到美国地图这里 马克吐文生活在哪里 他为什么在旧金山 淘金淘得好好的 跑到欧洲去混迹呢 好了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 这个威尼斯在哪里 意大利这里为什么除了 威尼斯这样一个有运河 只有运河的城市 没有车 必须要通过船来走 马克吐文是什么年代人 告诉孩子 他是跟慈禧一个年代 OK了 慈禧1835年出生 那我们就知道 马克吐文也基本上是这个年代的 所以你看这一篇文章中 你可以讲这么多知识 OK了 那你继续往下走 说运河 什么叫运河 人工开凿的河 好了 告诉孩子 中国有一条世界三大运河之一的运河 叫做金杭大运河 从北京到杭州 金杭大运河嘛 但是要注意啊 什么叫运河呢 我在纸上给我女儿写一个 丰收的丰字 请你记住 这就叫运河 三行 这就叫金杭大运河 三行 分别 上面这行 黄河 中间这行 淮河 下面这行 上面这行 长江 这一树 就叫金杭大运河 你看孩子立马记住了 这一树干嘛的呀 它把这三行给连起来了 过去 如果我从 比如说我家老家 包头的 我们就在黄河边 我从黄河到长江 我怎么走 那我只能是 下了岸 然后呢 骑马 然后到了淮河 走一段 然后再骑马 然后呢 我再到长江 有了金杭大运河 我从包头坐上船 我就直接可以到武汉 直接可以到上海 可以到很多地方 这就是我给孩子的 第一个方法 就是知其然 并且知其所以然 每一个孩子 每一刻你就把这些大圈 给它画了 我告诉你 没有一个孩子不喜欢 家里边最重要的地方 干嘛 挂地图 这是我给孩子 把所有的朝代 就都是我自创的 你们今天看到的 我特别讨厌呢 那个 抄袭 我觉得今天中国的孩子 太多就是抄袭 他不原创 我这些东西 都是我自己创的 那我创完以后 我怎么弄呢 我会给他唱出来 比如说孩子最简单的一种音乐 《蜗牛与黄蜜鸟》 太足啊 旷银手端高 尘桥啊 兵边 皮黄袍 太宗光一时小地呀 每一个一句话都是一个故事 你给孩子往下讲就可以了 这是北宋的 好了 那继续 南宋的 一样 南宋的 那你依然可以用 《蜗牛与黄蜜鸟》 因为我女儿不太会唱歌 就会唱这一首歌 所以我就 背宋啊 借鱼锦康吃 遥遥啊 二气难松失 高宗昭高香雪吃啊 青花秋何月飞死 就这一句 你就往下唱吧 然后我们再来看 这是清代的 对 你们可能会笑啊 清代这个我要说一下啊 其实这个清代十二帝离我们最近 那很多人呢恨不得 连这个 就除了知道康庸钱以外 其他的都是混乱的 所以我一般呢编这个 都是要给孩子啊 但是他觉得很简单 你看啊 比如说中间 道光吃饭有点咸 咸丰是个好同志 你说你立刻是不是就记住 道光咸丰 然后同志 这个呢也是 就是我觉得啊 语文的基础是始地 为什么中国有那么多的 那个路痴 我觉得就是我们的地理开太晚了 你看中国人去旅游啊 好多那个旅行团 是上车就睡觉 下车就撒尿 见景就拍照 回去一问 啥也不知道 你去哪了 连去哪个国家都不知道 我跟王伟念老师 我们俩去澳大利亚开个会 回来了一下飞机 王老师接个电话 王老师说喂你好 我刚下飞机 哎呦我这跟王方去那趟新西兰 我这真想吃了他 你知道吗